等底妆吸收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化妆 我今天会用一个国产的这个底妆 特别的厉害 这个是玉美镜 然后是我朋友安利给我的 昨天刚刚到 然后我还没有拆包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实测一下 那我今天会化一款比较复古的妆 然后当然也很简单 它还比较容易上手的妆 那首先我们会用到来自这款格林 其实这款格林 我这罐是第二罐回购了 对于白皮来说 这个紫色的话是还不错 可以修缮肤色的 它的防晒指数是22 对于这种阴天 或者不是太阳特别大的天气 可以 好格林上完了以后 就上这款这个玉美镜 好拆开了以后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 估计焦点的 然后你看它背后还是这种很不柔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今天用到的是一个粉底刷 它的香味和白雀铃很像 就是小时候用的那种白雀铃 非常温 我感觉好像有一层保湿乳液 但我朋友说它的持妆度非常棒 现在是第一层底妆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 呃 在局部再放一点点上去 真的非常温润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第二层上上去以后 就有一定的最强效果 这个底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非常自然 而且还是蛮笔贴的 就是很薄很轻薄 不会让我感觉到皮肤有一种枯上去的 这种比较厚重的这种底妆的负担 我觉得还不错 过场品牌 真的很不错 这个脸上光泽感也很自然 没有说很油 接下来我没有说用到遮瑕 是这一款带颗的遮瑕膏 我说大家看 这边有颗质的 当然完了完全的 把它抹开了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遮瑕膏 真的很厉害 这边有两颗质的原来 然后全都给我做了 好啊 那我们现在上三粉了 三粉还是晚安粉啊 阴影的话还是三星亿的 真的 这一款三星亿真的很好用 它是二号色 Kate May B23 它是有点灰棕色 先把眉尾给调上去画一个尾巴 然后再把眉头给密起来 我马上就要去日本玩了 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想带的东西 记得跟我讲哦 虽然我也不是很会找 但感觉好像可以带很多东西 因为我这次做的是ANA ANA可以带两个大箱子 这边有个洞 好了 现在眉毛画完了 我们画笔印 Pony最爱用的笔印色 就是Base Shop的棕色吧 然后我们这个给大家加强一点 然后再给它画了 看不看不看就出来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涂一个很红很红的颜色 就是一个很复古的颜色 750这支Dior的 Dior的 750 它的颜色是一个 以红色再深一点 偏泛蓝光的红色 所以说我们的眼妆就不要太连了 这个爱丽小屋的 一个四色眼影 这个眼影蛮好用的 特别是到秋冬的时候 这个颜色还是蛮温柔的 而且不会很夸张 其实选哪一个都无所谓 所以你主要是它是闪片就好 那它就会说 哼哼 我梳了一个好高好高的头发 然后接下来就配一个 然后往衣 感谢P君和小和宋 给我的播